朋友们好,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 你说在我们人的生命中 我们所谓的那些至亲子的是谁呢 我认为最多只是个什么 父母,子女,爱人 那么就是再有一个就是兄弟姐妹的 那么咱今天说说兄弟姐妹 其实无论是你年少的时候 还是成年之后 父母大多数会告诉自己的儿女 说你们兄弟姐妹要互相照顾 互相扶持 你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而且在大多数父母眼里 认为你们兄弟姐妹的关系 你们兄弟姐妹的感情 要好过你们夫妻的感情 这是大多数父母都那么想的 他们认为你们兄弟姐妹才是一家人 其实也正常 因为他把你们圈成一家人了 并没有把你的爱人放在一家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呢,在现实生活中 有一些兄弟姐妹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有一些为了听父母的话 甚至可以放弃自己的生活 甚至可以放弃自己的小家庭 你例如那些伏地魔就是这样 但是呢,我想告诉朋友们 如果你成家之后 要懂得永远不要对兄弟姐妹太好 要学会四可儿子 为什么老宋会这么说呢? 我跟你说说理由 第一个,在你能成家时 你是一个人,独自一个人 无论你对谁好 无论你好到什么程度 无论为谁牺牲 那都是你自己的权利 俗话说得好 有钱难买你乐意啊 我就想这样,你能管得着我吗? 我自己的是 别说我对兄弟姐妹好啊 我就对大街上一个走道的好 也没人管得牢你 只要你自己高兴就行 因为你自己为自己负责 对不对呢? 但是你一旦成了家 结了婚 甚至有了孩子 那就不行了 为什么? 这个时候你要知道 你不是一个人了 你是一个家庭 你是这个小家的组成一部分 你要为了这个家 为了你的爱人 为了你的孩子负责 这才是你首要的任务 第一顺位的 任何时候你要把你的小家 放在第一顺位 那么才行 那么这个时候 你说你无私的 我去 我就愿意对兄弟姐妹好 家不要了吗? 那么你是对那边负责任的 这个家你负了什么责任呢? 你想一想 是不是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有心说 我不得听父母的话吗? 你看我也不想这么做 我父母告诉我 就得这么做 就得帮他去 就怎么样 我没办法呀 父母是没有错的 因为在他们心里认为 你们肯定才是最亲近的人 他们这么想 但是你也要明白一个道理 他们心里是这么想的 但不一定是对的 为什么呢? 你想一想 你认为你的父母更亲一点 或者是你的父母跟你们更亲一点 还是你认为你的父母 应该和他们兄弟姐妹更亲一点呢? 我相信每个人都认为 咱们能可能和我就更亲 咱们可能 我们才是一家人呢 对不对呢? 好 在那里你们知道 你们是一家人 在这里你也知道 你应该和谁是一家人 父母就像一个参天大树 兄弟姐妹都是这个父母身上的资差 但是这些资差成家以后 都变成了别的主干了 我成为一个 也成为一个树了 你们各自资资的 这个树才是最亲的人 你明白老松这个意思吧? 所以父母说的话也不一定全对 你不能全听 明白老松的意思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我们大部分普通老百姓 无论精力财力还是能力 都是涌现的 说良心话 当兄弟姐妹与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了 与学生什么事了 如果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伸出援手拉一把 应该不应该? 当然应该了 我始终认为 毕竟血浓于水 毕竟你们是兄弟姐妹 一奶同胞 但是过分的付出 过分的好 就要就不对了 为什么呢? 过分的付出 过分的好 就影响了你这正常生活 和你家人的正常生活 你这么做 不但破坏了 不但影响了你自己 而且破坏了你们夫妻的感情 和你和子女的感情 你想一想 你把你全部的精力 财力 都用在了你的兄弟姐妹上 换句话说 如果你爱人 把他的精力 全部财力 都用在了他的兄弟姐妹上 你会满意吗? 同时 你照顾你的兄弟姐妹 甚至照顾你兄弟姐妹家的孩子 付出了那么多 那你认为你的儿女会满意吗? 未来 你可能照顾你兄弟姐妹家的孩子 哎呀 人家过得很好 人家考上好大学了 结果因为你疏忽去照顾你的子女 你的子女没有好 各方面不好 那么你告我 他会怨自己呢 还会怨你呢 到最后你说他 你怎么那么差呢 眼睛会一百万 你当时干什么了? 到时候你让你的儿女去笑 你儿女说 去吧 找你兄弟姐妹去吧 别找我 你看看是不是 你想一想 你应该为谁付出的是最多的 你的责任在哪里 别到时候因为这个 最后导致自己的家庭破裂 得不偿失 你想想是不是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人呢 付出太多了 就会失得其反 你对兄弟姐妹好一点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还是那句话 要适得 适可而止 别说兄弟姐妹了 就是任何一个人都是如此 人呢 你一开始对他好的时候 他会感恩 但时间长了 他就会感觉应该应分 兄弟姐妹更是这样 仗着这个亲情 仗着你一直对我好 他就会变本家里 他觉得你对我这么好 你给我 你帮我是应该的 如果你不这么做 才是不对的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一旦养成了这种思想 养成了这种想法 那么你就要倒霉了 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不可能 事事达到人如意 事事都怎么样 那么一旦你达不到他的要求 他就会不满 那么他就可能 折怪于你 你们反而出了问题 还有你管他这么多 你对他这么好 你同样也会干涉他的一些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你觉得我是为你好 我不能管付出 管给你钱呢 我得告诉你 你这么做不对 你这么不行 你那么不行 你怎么弄不行 我跟你讲 别说是你了 就父母对他好不好 父母管多了都不行 何况是你呢 你不管 你就无私的付钱 你自己是命 你管 那么你一定会管出麻烦来 谁也不愿意让你管 你看你给钱行 你给钱行 帮忙行 然后你说人家 那可不行 明白老宋的意思吧 嗯 所以说还是老宋那句话啊 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帮助 没有问题 要适可而止 不能对兄弟姐妹太好 大家其实都是成年人 都有自己的生活 都有自己的家庭 每个人都应该先保证自己生活的好 然后在不影响自己 不影响家庭的情况下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去帮助一下兄弟姐妹 当然可以 如果你力所不能及 帮不了 那就帮不了了 千万别因为这个事情 把自己搭进去 然后把自己的家庭都搭进去 你说对不对呢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宋看大三 向朋友们喜欢老宋 观众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